网购商品不翼而飞,专家提出五项,亦凡包裹被盗 数据统计,美国消费者在2022年感恩节黑五期间的网购支出金额 创下91.2亿美元新高,但另一方面,包裹被盗的数字在不断攀升 在11月份发布的2022年包裹盗窃报告中 美国独立安全审查网站safewest.com以智能家居服务公司Vivit发现 全美包裹盗窃案件正在迅速增加 仅在过去12个月中,约有2.6亿个包裹在门外走栏被盗 比去年同期多出5000万个,损失金额达195亿美元 Swift.wef安全专家贝利卡·爱德华兹说 包裹盗窃是一种正在上升的犯罪 人们对网上购物的依赖是造成犯罪力飙升的原因之一 美国每4个人中就有3人至少有过一次包裹被盗的经历 包裹盗窃是一种机会犯罪 包裹被留在门栏外走栏的时间越长 被盗的可能性就越大 随着圣诞礼物季的到来 将有越来越多的包裹被留在门外走栏上 那么如何降低包裹被盗的激励呢? 安全专家提出5点建议 1. 选择接收送货提醒 这样就可以实时追踪包裹派送进度 2. 贵重物品 设置签名接收包裹服务 以此确保所购商品不会被快递员留在无人看管的门栏 3. 确保门前和屋外有照明条件好的设备 也是降低包裹被盗的方法之一 4. 报官窃贼有助于阻止犯罪 建议民众安装家庭安全系统和室外监控摄像头 摄像头拍到的视频对于识别、逮捕和起诉、嫌犯都起大了很大作用 5. 很多快递公司提供一项服务 搜货人可更改送货地址 可以将收货地址更改到安全地点 下面带您了解 2022年全美包裹盗窃最严重的城市有哪些 根据2022年包裹盗窃报告 全美5个包裹盗窃最猖獗的都会区依次市 加州旧金山、奥克兰、圣河西都市区 华盛顿州、西雅图、塔克马、德州奥斯丁 康州、哈特福德、柳黑文 还有加州首富沙加缅度、斯多克腾、摩德斯都 加州洛杉矶紧紧随其后 排在前10名的还包括 俄州波特兰、加州Freshon、维赛利亚 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和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